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妆容 今天用的产品全部都会是东方的 然后词典再会做一个西方的 这样这一次的妆容就会是青春可爱的那一种 然后会比较像是韩国风的妆容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放primer 这个是Banilla & Coal的primer 它是classic matte的 主要是放在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 然后因为我有很多痘痘 所以就要用这个Maker Collection的遮瑕粉底膏 然后遮瑕 主要是遮下巴这里 然后接下来我要用的是Etohouse的Double Lusting Foundation 我要常用刷子来上妆 哇 有时候会觉得HOT 化妆就好像在画画的样子 会令到心情蛮愉快的 因为我以前是喜欢画画的 可是上了中学过后就没有再画 没有坚持的去进art stream啊 跟做art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就没有选择到那个graphic designer来做 对 我现在呢就用我拿的Foundation 私下在这边画一个泪垢 然后把其余的涂再紧 然后要让自己的Foundation跟补贴 就会拿 用刷子过后就会用海面拍打 接下来是Play101 Stick的Contool 这是下巴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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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어요 外面拍到是余的 因为韩国跟东方国家 比较 喜欢自然的 所以我这次就不会 меньappeique ビッuzu inity administrative 所以 comparisons 然后就是放粉 这个是Eclipse的blur powder pick 因为韩国它们比较专注于完美无瑕 这样这个粉呢真的是可以给到你那种皮肤很细致的感觉 就是毛孔会缩小啊 然后有时放多了也不用紧 好今天的眼妆 怎么说呢是要用Etude House的单色眼影 首先是这个颜色 这个是B1104 韩国 韩国妆容的很长都是比较淡妆 但是有散散的眼妆 一种很温柔散散的眼妆 然后下一个是PK004很粉色的粉红色 这个很可爱 虽然我现在画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没有什么颜色 但是近看的话是会有淡淡的粉红 好这个就是微微的淡妆 因为今天我们的韩妆是以淡妆为主 所以今天要用的lick liner 这个爱来呢就是这个Salon的Magic Liquid liner 褐色的巧克力色的盐 鲜饼 嗯 然后现在我们要放的是 腮红 这个是Canmake的EW38 看这边有一道粉红 这个虽然是很硬的质地 可是假如你们大力点刷 不用很大力刷它还是会有线色的 你们有没有在YouTube那边看BuzzFeed的video的 真的很好看 因为有很多都是讲吃的 然后我超喜欢吃 然后 现在我就是在看这一个BuzzFeed的 World Eat Series 真的很好看 嗯 红润红润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妆容会比较像是 一半韩国 一半日本 因为日本他们 有时我会发觉到他们喜欢那个 嗯 腮红会比较红一点点 所以 这样就会看到比较可爱 好 上完了 我看到那个红润 红红的 真的蛮可爱的 然后今天要用的是这个 Etherhouse的Miss Tangerine 今天会画 咬唇妆 诶 我喜欢 画好咬唇妆的 好 今天的妆容就完成了 咬唇妆 你们会发觉到我平时化妆的时候是不会画眉毛的 因为我的眉毛已经很粗了 所以我通常是不 呃 怎么说呢 连填也不会想去填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不会啦 好 今天的妆容就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妆容 我觉得今天的妆容很很成功 因为 呃 今天的妆容很符合主题 就是韩国 或者是 东方国家 妆容 会比较注重明亮 简单 跟 红润吧 的皮肤 或者是 肤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妆容其实是 还蛮成功 虽然我没有放 虽然我没有放那种 打亮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妆容其实还蛮 还蛮成功的 好 那 废话不多说 那 下次再见吧 拜拜